陈毅对王耀武的评价非常高 王耀武不仅仅在军事方面得到了陈毅的认可 在为人处事上 陈毅也称赞王耀武是国军将领中少有的明白人 济南战役爆发前 王耀武早早给自己的孩子办了退学手续 让妻子儿女快速逃往青岛 乘船逃往其他地方 但他叮嘱妻女千万不要去台湾 同时王耀武对自己的麾下军官 士兵们说 这不是抗日 大家切不可抱着殉国的想法 如果不敌 尽早投降和家人过安生日子 当济南城即将被攻破之际 王耀武做出了两个决定 一便是释放济南监狱内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其中包括相当一批被扣押的我党党员 正是因为王耀武的这一善举 让他们免遭国民党的毒手 二便是疏散济南城的百姓 让当地人免遭战火涂炭之苦